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918事件中 有一个日本人的名字不得不提 就是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凡 对于这个名字 可能很多年轻人都不是很熟悉 因为早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 本庄凡就退出了军界 一直生活在日本 自然就没有多大的名气了 不过 本庄凡在中国犯下的罪行 却一点都不比后来大名鼎鼎的东条英姬 刚村名次这些战犯上 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的本庄凡 称得上是日本教导的一批军国卓裔暴徒 在日俄战争 甲午战争中都曾出现过他的身影 此后 他数品于张作霖担任军事顾问 在中国一代就是二十多年 当然了 名义上是所谓的军事顾问 但他的真实目的 则是要挑拨各军阀的关系 从而为日本人的入侵创造机会 比如1926年 正当冯玉祥与张作霖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本庄凡代表日本人主动向张作霖谋求合作 双方一拍即合 所以日本人的军舰很快就开进了天津大孤口 紧接着 日本人便以冯玉祥炮击日剑为由 在大孤口挑起了战断 这就是著名的大孤口事件 在这件事上 人们往往只顾唾弃引狼入室的张作霖 却忘了那条从中做梗的狼本身 本庄凡 如果说大孤口事件 只是本庄凡在中国小事牛刀的话 那么参与策划918事变 就堪称他军事生涯的最大手笔了 1931年8月1日 本庄凡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馆 著名的本元征四郎 石元安尔 都是他手下的高级参谋 可谓蛇鼠一窝 由于洞西中国当时的国情 尤其是东北地区的情况 所以在918事变策划之初 本庄凡便鼎立之耻 在东北地区轮件后 本庄凡更是纵容部队大肆抢了 犯下了无数罪行 这也是他在战后被定为甲级战犯的最主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 本庄凡在担任张作霖的军事顾问期间 跟张学良的关系非常好 心气极高的张学良 对这个见过大事命 本庄凡也非常崇拜 经常跟他请教问题 可以说 本庄凡之所以敢发动918事变 就是因为他对张学良太了解了 斥定了张学良不敢抵抗 心战东北后 本庄凡首先想到的 就是去拉拢 当时已经跑到北平的张学良 想借助张学良的名义来殖民东北地区 而拉拢的方式也很奇葩 他把张学良在奉天的所有家产 原封不动地搬去了北平 据说光是字画就足足有两节车厢 不过 这次他打错了算盘 张学良虽然不抵抗 但也绝对不投降 硬是把送到家门口的真金白银给拒签了 由此也可见 张学良虽然在见识上有点短谐 做事也不是很靠谱 但这点民族细节还是有的 拉拢张学良的路子行不通 本庄凡又转向当时已经退位的蒲仪 想将其推上皇位来建立知名政权 除此之外 他还唧唧窜落蒲仪的弟弟蒲仪 去迎娶日本女子 这样生下来的孩子就具有了日本血统 到时候再用这个孩子代替蒲仪 将东北彻底变成日本人的地盘 不过 就在这个家伙春风得意的时候 却突然被免了职 这又是咋回事呢 原来 1936年 日本国内爆发了226事件 黄道派和玉仁天皇之间的矛盾被不断激化 而本庄凡的女婿山口太一郎又恰恰是黄道派的 所以本庄凡就三番五次地去给女婿求情 结果彻底惹怒了玉仁天皇 一道命令将进免之并召回国内 自此 本庄凡的军事生涯也基本宣告结束 二战结束后 本庄凡对第二批提名为甲级战犯 闻听此讯后 以69岁的本庄凡如丧考彼 索性选择了欠负自己 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历史 客栈作者 水墓有趣味 有思维 有品味的三位历史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MASHA108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赢本庄凡的感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